拿著果雕麥克風一盞歌喉 他是綽號波波龍的果雕師黃明波 任何奇形怪狀的蔬果 經由他的橋手都能咬身一遍 成為展示台上的藝術品 你有想過大黃瓜也可以做成麥克風嗎 記者目前所在的地方是波波老師的工作室內 可以看到我身後波波老師盲目的身影 以及他手邊琳瑯盲目的作品 從小在廚房打轉的黃明波 發覺果雕能為料理畫龍點睛 於是寒窗十年苦練刀法 領悟處移行取行 以色取貌 移花見目的創作理念 所以我熱愛我的工作 不是很快樂來上班的 並是對廚師工作的熱誠 黃明波的才華不侷限在飯桌上 他用巧思將飯店的廢棄刀叉回收再利用 融織成藝術品 華蒂轉身 在宴會上與果雕相得一張 伴隨客人迎接生命的重要時刻 多職能跨領域 你不要單一職能 要不停地去學習 如果你停止學習 就會實際競爭優勢 為了讓果雕記憶生生不息 黃明波研發獨特的教學方式 吸引眾多學徒遠復而來 拜師學藝 像以前的老師我就只刻給你看而已 不過我老師是比較會教的 他會教你 他有公式化 初階者來學會比較快 格局越大姿態越低 黃明波將熱情化為堅持的力量 告訴世人只要有心 人人都能在各行各業闖出一片天 記者王滋雲 陳梅雲採訪報導 黃明波